美國眾議院民主黨議員 通過對總統川普的彈劾案 外界也關注這場彈劾風波 是否會影響中美貿易談判 中共當局對此並沒有作出回應 有評論認為 中共當局原本指望的這張牌已經失效了 美國眾議院在12月18號 經過漫長的11小時大辯論後 正式通過總統彈劾案 民主黨協眾議院多數優勢 以230票贊成、197票反對 一票棄權的結果 通過對川普的彈劾案 彈劾川普的兩項罪名包括 指控他濫權施壓烏克蘭調查他的政敵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 以及妨礙國會對此事的調查 然而投票結果顯示 所有共和黨人都反對這項 他們認為莫須有的指控 民主黨人也有三人投下反對票 另外夏威夷州的加伯德 則兩次投了棄權票 他表示自己既不能接受川普 也無法接受其他民主黨人的 政治性的彈劾操作 因為民主黨發起這個彈劾呢 它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一個 單獨一個黨派發起 而且在其本黨的內部 也都有人不贊同出現了否決票 也就是說這個彈劾呢 它不過是民主黨處於 黨派之私的一個政治操作 根據美國國會章程 在彈劾案通過眾院表決後 眾院議長佩洛西將把全案送交參議院 將由參議院啟動彈劾審判 接著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將取得協調證人清單、聽證程序 調查方針的安排主導權 之後參議院100名議員才會進行定罪投票 由於目前美國參議院共和黨為過半多數黨 再加上2020年又是美國的大選之年 輿論普遍認為參議院不可能定罪彈劾審判 而民主黨企圖在選前強行拉川普下臺的成功率幾乎為零 而如何主導彈劾風波來左右選情 也就成為這場激鬥的真正關鍵 就是眾院的民主黨人進行的所謂這種彈劾行動 完全是對於2016年美國大選的一個政治性的否定 對於投資者來說 他們似乎乎認為彈劾案對川普政府有影響 美國金融市場持續看漲 19號 標普500指數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 繼續創下歷史新高 18號 蓋洛普也發布民調 顯示川普的聲望有9月的39%上升6個百分點到45% 該調查是在12月2號到15號間進行到 發現獨立選民對川普的支持度 有34%增加8個百分點至42% 89%的共和黨選民支持川普 民主黨有8%的選民也表示支持 美中貿易達成第一階段的協議 外界也關注這場彈劾風波 是否影響美中貿易談判 但中共當局並沒有對此作出回應 對於個人民調高漲 卻要面臨眾院彈劾 川普在13號的推文中說 我沒有做任何措施 不僅經濟表現良好 重整軍隊 擴大退伍軍人的服務 減稅 還製造許多就業機會等等 瘋了才想要彈劾 YouTube自媒體頻道江峰時刻認為 川普成為美國第三位遭遇彈劾的總統 莫須有的背後是陰謀 這民主黨的大佬啊 希拉里 他是代表民主黨說了句實話 他對媒體說 川普佔據了所有的好處 好的經濟數據 好的就業率 民主黨在2020打敗他非常困難 所以一場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的彈劾 目的不是在於彈劾成功 而是對總統進行污名化 有網友留言說 美國人使勁折騰總統 中國統治者使勁折騰老百姓